我的座右鳴就是 江心鼻心尊重學習 肉鬆本來就是高蛋白的東西 然後又好入口 入口計畫 所以我就想說 我來做一個甲肥配肉收 但是在這一塊甲肥配肉收裡面 我們又碰到了一個窘境 就是因為我們是 等於我的TA鎖得很精準 就是65歲以上的長者 所以在65歲以上的長者 我們會發現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大概都會有三高的問題 三高問題 像糖尿病是不能吃一般的百米粥 後來我就在想說這樣不行 因為如果你鎖定這個客群 就是客群有一半以上 都不是你的TA 主要TA 那你不是就白做了 所以我就一直開始想說 有沒有一支粥 它是DGI飲食 可以讓長者可以吃 因為長者不是不想吃 它是因為吃不下 它想吞 可是因為它受到 它生理的退化 所以吞不下去 那你吃不下去 你怎麼會有營養這件事情 對 那我會去考營養師也是因為 當你不夠專業 你沒辦法涉入這麼一塊事業體 所以我就必須要先了解 老人家需求是什麼 那我們能協助他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才去開始找粥 也就是DGI飲食